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好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蕭春老師 歡迎收看我們今天的節目 台北股市今天又繼續漲 好 連漲三天 這三天台北股市漲了 620點 你注意看 像今天整個台北股市呢 又漲了差不多160幾點左右起來 連漲三天620幾點 那今天台北股市呢 再創今年的新高 對吧 好 那各位 三天漲600多點 那台北股市呢 今天又創今年新高 可是我不知道你有沒有 有一種感覺啦 就是說 今天指數是在創今年新高啊 可是整個市場好像那種 喜悅的感覺都沒有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這種感覺 好像市場都是那個靜悄悄 那如果你有這樣感覺的話 你有沒有發現到 為什麼這個市場感覺到 沒有那種好像要開香檳啊 創歷史新高才開香檳啊 但他創今年新高 那創今年新高之後 整個市場好像都沒有那種 很活絡的感覺 原因到底在哪裡 各位啊 唯一的解釋就是 今天指數創新高 問題是你真的有賺到錢嗎 到現在為止 一定是一堆人套了一堆股票啊 為什麼我敢這樣子跟你說 我們從個股的角度 你就可以發現到 你看這三天創新高 漲什麼 漲台積電嘛 你看台積電連續這幾天急拉嘛 對不對 也不是只有漲台積電啊 我們先從台積電來看好了 台積電今天這樣漲起來之後 你會發現到啊 在他漲之前啊 融資是創新低嘛 融資是創進級新低嘛 所以漲上來這代表著說 散戶也沒有賺到嘛 對不對 那你注意看嘛 他有動一下什麼 比方說動聯發科好了 可是聯發科這波的走勢裡面啊 從之前高檔跌下來 融資一直買 買到現在為止 稍微有談起來 可是你說你大賺嗎 好像也沒有嘛 對不對 那除了這些個股之外呢 有些股票你注意看喔 我先講大型股 等一下我講小型股 系列跌下來之後 融資也是創新高嘛 啊 沒有上去啊 從這邊開始喔 融資開始慢慢增加嘛 跌下來你就一直買嘛 買到現在為止 昨天躺個一天今天又跌下來 前提385現在388 我問你啊 只有賺到錢嗎 沒有嘛 對不對 你看那個穩帽 穩帽也是一樣嘛 但它跌下來之後呢 好不容易稍微給彈個兩天 現在也停在這裡嘛 上面也套一堆嘛 指數創新高啊 這有賺到錢嗎 好像也沒有嘛 很多股票都這樣嘛 你看嘛 股票跌下來融資增加也沒有賺到錢啊 這些個股也是一樣啊 從之前啊 2月份啊 將近快900塊一路跌 跌到現在為止600多塊嘛 你看融資一路增加嘛 有賺到錢嗎 也沒有嘛 當然你會跟我說 啊老師啊 你都拿跌的來跟我講 好拿漲的來跟你說 你看嘛 今天有些個股談起來嘛 對不對 可是你上面呢 一路跌下來之後到現在為止 上面套牢的筹碼還是一堆嘛 有賺到錢嗎 比方說新唐也是一樣嘛 今天有談起來嘛 對不對 從高漲到現在為止 你有賺到錢嗎 沒有嘛 那這些比較屬於具有全值一點 比較大型一點的股票 差不多都是之前 差不多在3月份的時候 你去追高點嘛 到現在為止都在等幾套 是不是 好 3月份的時候呢 大型股是掏一堆啦 那等到4月份的時候呢 是漲小型股嘛 那你這樣回頭來看 小型股有沒有賺到錢 如果是你後面才去追的 到現在為止你也是等解套啊 有沒有 指數創新高啊 沒有什麼動啊 你再看嘛 這些小型的股票也是一樣嘛 漲的時候大家都有 漲的時候大家都有 好都有 那代表說融資就創新高了 創新高之後呢 到現在為止有沒有上去 好像也沒有嘛 對不對 你注意看齁 像之前有人跟你講什麼 探權的問題嘛 比方說農林嘛 幾百年好不容易動一次 動上來之後你看到這融資 全部都在創新高喔 對不對 到現在為止 嗯 怎麼搞的都在等幾套 沒錯嘛齁 你再仔細看 比方說千付精密 指數創新高啊 可是小型股到現在為止呢 好不容易有談一下 結果怎麼搞的 好像談不太上去 你看那個千付也是一樣嘛 融資創新高的時候在這裡 四月份漲小型股啊 對啊 一動你去買嘛 到現在為止 嗯 也沒賺到錢啊 很多個股都這樣子喔 你看喔 生技股也是這樣嘛 軍工雷虎嘛 到現在為止有大漲嗎 也沒有啊 後面去追的全部套 對不對 什麼石塑工業也是一樣嘛 到現在為止都是全部套 對不對 所以你就會發現到啊 怎麼搞的 今年的盤好讓你看到指數創新高 可是呢市場到這個時間年 你卻感覺不到那種活絡啦 或者是那種喜悅的那個心態 那就是因為之前 漲大型股的時候 你都套到三月份 四月份在動小型股的時候 你想說啊大型股不行 算了我把它砍掉 我再來去買什麼 買小型股 結果你全部也是套在高頂 對不對 所以會造成啊 這一段走勢裡面 從二三四五 現在五月中旬他們也過了嘛 到這個時間你會發現啊 市場維持區間 但是它本身這個輪動的速度非常的快 你沒有看到說什麼樣的族群 它是真的帶領整個台北股 直接往上攻的 除了台積電在拉而已 所以輪動速度快 看到漲什麼你就去追 所以到現在為止呢 怎麼搞得一堆股票都是它啦 所以創新高好像高興不起來 原因就在這裡 甚至於你今天可能會想 啊早知道都不要去做就好了啦 不做都沒有事啦 不做就不會東套西套啦 對不對 問題是來不及啦 對吧來不及了嘛 所以現在股票都套牢 那當然大家會比較擔心 就說那到底這個盤是未來怎麼去走 這東西我慢慢來跟各位講 不過還是要跟各位說啦 市場上 九成的老師 每天都是拿漲停板 每天都是創新高的股票來跟你說 到現在為止啊 你會發現到啊 大型股也套 小型股也套 全部都套 問題是九成的都是賺錢啊 每天都是漲停板 每天都是創新高啊 我昨天就講了嘛 股票市場有一個二八法則嘛 對不對 很多事情都是有二八法則 就是說 真正賺錢就是那個 那一兩成的人啊 那剩下八成的人呢 全部都是套啦 可是問題是 九成老師都是賺錢的 到底真是講 好你繼續慢慢思考啦 好我們來看啦 接下來這個盤 我們要怎麼去解讀 現在很多人股票都套牢 那到底有沒有機會解套 我的看法是這樣 如果這盤再盤太久的話 六月份 尤其到六月中下旬的時候 可能就要稍微小心一點 越套越多 越套越多 那就不太對了 那當然台北股市今天創新高嘛 站上所有均線 好我昨天就有跟各位講過 因為我們在4月21號 有跟他說過啊 未來的趨勢 會越線破季線 甚至於呢 那時候我說5月中的時候要預防 這個地方 它會不會出現死亡交叉嘛 因為如果你均線往下壓的話 這地方景線如果再跌破 那就叫做空頭 對吧 可是呢 在這段震盪格局裡面 我就跟各位講過啊 看起來應該還有一點點希望啦 因為那跟籌碼有關 那既然你台北股市都已經站上月季線 就代表來說 這個趨勢下壓的那個狀況啊 它被扭轉掉啊 扭轉過去了 所以呢 這地方就開始慢慢走平嘛 甚至於這兩天啊 今天的那個均線都開始慢慢上揚嘛 所以呢 你說這個盤是不是趨勢下壓 沒有它已經扭轉了 可是呢 這個扭轉不代表著說 這個盤 它會開始一路直接往上攻 原因到底在哪裡 我們來仔細看喔 為什麼台北股市這兩天啊 都出現急啊 我有跟各位講過啊 跟期貨結算有關嘛 你注意看啊 昨天期貨結算 5月16號就是禮拜二嘛 有沒有 你看我們那個light 我大概在9點多 能夠早寫我就盡量早寫啦 那時候有跟各位講過喔 5月16號禮拜二的時候 我就說 昨天提示 昨天有禮拜一嘛 我禮拜一就有提示說 外資選擇權的多單 它創一年來的新高 所以呢 這次在期貨結算的這一次啊 它為了要讓選擇權獲利 所以這裡增加多單 它也是合理的 所以我說這個指數 最起碼它有撐嘛 對不對 所以你注意看嘛 這兩天拉台是有目的的 因為 在那個CPI公佈之前啊 外資的多單啊 它一天大減的快萬口 接近萬口嘛 所以呢 那時候呢多單呢 在上個禮拜五的時候 上個禮拜四啦 應該算上個禮拜四 外資期貨的多單只有6310口 對不對 好 那結果呢 接下來呢 外資期貨的倉位 一天增加5000多口 然後呢 外資期貨的倉位 他繼續在持續往上攻 對不對 你再看喔 期貨結算前一天的時候 外資期貨的倉位 一天增加1萬多口 結果創兩年來的新高 對不對 好 我跟大家講啊 為什麼會這樣 昨天很多老師都跟你講這個啦 我敢說他們之前也沒有去看選擇權 選擇權的多單 當他一路在創高的時候 那外資為了要讓他賺錢嘛 我就說 啊這裡要怎麼賺 就拉一下就算了 是不是拉一下就賺 對啦 所以呢你會發現 這兩天 外資為了選擇權的多單 所以他就拉台嘛 對不對 好那當然 跟我分析的有一點點 預期的有點落差 是因為 我認為拉一天就夠了 你已經賺錢了 結果他拉兩天 連那個結算那天 他也直接拉起來 好那所以呢造成台北股市呢 這幾天啊出現急勾 那今天又再創新高 好那重點來了 會不會再創新高 這個東西的重點放在哪裡 你就去看他外資籌碼嘛 那到底你現在籌碼怎麼變化 因為已經結算完了嘛 對不對 好我們現在仔細來看 結算完之後呢 你會發現到 結算前一天 外資的倉會是25,228口 昨天結算完之後 外資的倉會繼續增加 又再創新高 來到多少 32,289口 這代表說什麼 外資還是持續做多啊 對不對 當外資在持續做多的 這個過程裡面 我說嘛 他之前的目的 是為了選擇權 所以你會發現到 外資在昨天選擇權啊 紅色這條 他大減 選擇權出現大減 對啦 紅色這條嘛 對不對 那外資選擇權出現大減 合理啊 因為他本來就是為了選擇權賺錢 他去做拉抬嘛 那可是呢 你會發現啊 現在外資的選擇權呢 他多單驟減 大概只剩下4000多口左右而已 可是呢 外資期貨的多單還在增加嘛 對不對 這代表著說 這個盤還是有稱 這個盤還是有稱 而且呢 自營商喔 最近的那個 期貨的倉位是負的 代表說他比較偏空 可是未必喔 藍色這條是屬於自營商的 選擇權倉位 他現在選擇權倉位呢 他昨天有減一點 但是他沒有完全減 那你就說 如果我們就以法人面的角度裡面來看 這個盤的多頭 他還是撐得住 因為外資期貨倉位 一直創新高嘛 那你自營商的選擇權倉位 也都還在高檔嘛 對不對 可是我要跟各位講啊 你這個撐不會撐很久 為什麼 今天台股是5月18號 期貨昨天結算完嘛 對不對 好你注意看嘛 今天5月18號嘛 有沒有 6月份啊 期貨結算是在6月21號 就是端午節前那一天 也就是說 你現在從5月18號 然後外資一路要撐 把那個多單一路再往上增加 要撐到6月21號期貨結算 我認為不太可能啊 除非你後面可能 國際有什麼樣的大利多 否則的話 外資期貨的多單 應該開始會慢慢的 有一些 逢高調節啦 調整一下啦 這地方稍微會有一些些調節 我覺得都合理 我認為都是合理 所以呢 外資的期貨倉位 如果說這地方 開始有一些些那種逢高 獲利的一點的動作的話 指數 它應該就會開始怎麼樣 去走區間 不太可能一路往上攻啦 那當然你會說 老師啊 昨天那個美國股市往上漲啊 好我們來仔細看 美股昨天為什麼會漲 美國債務上限有解嘛 什麼拜登啊 麥卡錫拼 週日之前打成協議 前幾天我就有跟各位說過 美股現在你要看它有沒有機會漲 你說從國際金融來看 沒有找到什麼樣的太大利基啦 所以我前兩天就說啊 唯一能夠讓美股漲的 就是債務協商過關了 對不對 那當然啦 現在市場都認為說 這個禮拜左右呢 禮拜天之前有機會達成協議嘛 所以呢 美股往上漲 對不對 可是問題是 當協議完成之後 你是不是繼續往上攻 現在還是有很多變數啊 我們先來看 昨天我在節目裡面有跟他講 這個盤到這個時間 我覺得有一些很不合邏輯的狀況 什麼叫不合邏輯狀況 我們來看 這次CBI公佈之前 我有跟各位講過 因為油價從之前來看 跟之前相比 好像差不多 所以我說這一次啊 CBI到底是漲勢跌 我說我不知道 因為均價都差不多嘛 還好是有跌啦 那跌下來之後呢 我們再仔細看 現在的油價呢 他5月份的均價 已經落到77塊 80塊以下了啦 77塊左右 對不對 那當然啦 昨天油價呢 稍微有點小反貪 但是呢 他收在76塊9 所以呢 現在這個均價他沒有上去 是不是 所以如果說 從這個角度裡面來看 那你等個6月份 再去公佈5月份的CPI 我說應該會跌 那個會跌的機率非常大啦 6月份什麼時候公佈 6月13號 他要公佈嘛 然後呢6月14號 聯準會會議嘛 所以我那時候有跟他講 我說 照這樣的情況裡面來看 6月份不太可能升息啊 真的啊 6月份不太可能升息 那個機率應該非常非常 什麼升息的那個機率 非常非常的低啊 可是呢 這裡就發生一個狀況啊 那既然我們目前來看 你說你6月份要去做升息 目前我看不到啊 對不對 因為你油價都跌下來嘛 你目前 當然現在是5月18啦 你說要是不是能夠撐到5月底 我覺得這可能後面再看 但目前如果說 從油價的角度裡面來看 CPI是不太可能增加啦 還是會往下降 那既然會往下降 你這地方幹嘛升息 對不對 可是我就說 這兩天不太對啊 你注意看嘛 那既然 你不會升息 可是為什麼你美元 這地方是一路上漲 有沒有 照理說 你不會升息你美元啊 就算你跌升反彈 你不可能 不應該說這地方 你去山上季線吧 結果你現在美元還在漲啊 對不對 不只是美元漲喔 你再仔細看喔 連那個十年期公債殖利率 既然你都不會升息了 你現在十年期公債殖利率 反而 你那個前高只差一點點 所以說 如果美元再往上漲 然後或者是你公債殖利率 再往上漲 我跟他講 外資的多單他會縮得比較快 因為他們整個操作 是跟規律有關啊 那當然如果說 這個地方 把美元只是談到這裡就結束了 然後他開始往下跌 那另當別人 那可能外資的多單 還有機會維持在一定的水準上面 可是如果說你美元跌不下來 然後呢 甚至於呢 美元你還給我繼續談 我跟你講 外資多單就會縮很快 所以我就跟各位講過啊 這個盤來到這裡的時候啊 後面照理說 應該是維持在一個區間 除非你現在國際股市 有比較大的利多 目前我看不到嘛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呢這種區間盤的話 有沒有 那外資多單還是偏多嘛 所以你說這個盤怎麼做 當然啊 你全值股還是會撐啊 你全值股還是會撐啊 除了全值股之外呢 當然是今天可能漲這個 明年可能漲這個 後天可能漲這個 但後天呢 可能稍微動一下這個 對不對 所以呢他是做輪流撐盤嘛 可是呢這個盤指數是有撐 問題是你的個股部分呢 就像我剛剛有跟大家說過的 有些小股票 你可能就要稍微注意一下 因為上面很多股票 到現在為止都還在套牢啊 對不對 到現在為止很多股票 上面都還是在套牢啊 對不對 所以呢我那時候在上禮拜 我跟你預測的時候 我就說 選擇權創新高 所以呢照理說這個指數 應該還是有機會拉高 那當然跟我預期上 比較不一樣是 最後一天他還在拉 因為從來沒有看過說 起貨結算的前一天啊 他多單增加1萬多口以上 沒有看過啊 所以呢這波整個拉抬 他是為了選擇權 大獲利有關嘛 對不對 可是呢你今天整個小股票 到現在為止呢 踏擾的籌碼還是一堆啊 所以我上禮拜我跟你講 我預計啊照理說 禮拜三起貨結算就昨天嘛 應該是小股票會關押啦 結果因為昨天拉太多了嘛 所以小股票看起來那個壓力就沒有那麼重 對不對 可是問題是呢 到今天為止幾乎都在跌小股票 有沒有 幾乎全部都在跌小股票 小股票都沒有上去 所以你說這個盤大家怎麼高興 就跟大家講 然後就拉基盤之後呢 其他都在跌啊 所以呢這種盤勢走到這裡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啊 這個盤勢從去年10月份 我們就跟大家講一路多頭嘛 4月18號那時候我跟大家講說 這高點到了你可能後面要注意 對不對 來到這裡我說多空不明啊 目前看不出來到底是多是空啊 那結果在期貨結算之前 因為選擇權的關係嘛 讓外資這兩天出現 選擇權拉抬嘛對不對 所以為了選擇權獲利嘛 它出現往上拉 好 往上拉起來之後你就會發現啊 這個盤走到這裡 你做空的很不利嘛 你說啊那個個股跌 可是指數創新高啊 你要怎麼去說服人家說這裡是空頭 沒有辦法嘛 講不出來啊 對不對 那也只能講啊 你看那個個股跌個股跌 問題是指數創新高啊 所以做空很辛苦 問題是你做多的咧 同樣的啊 我們剛剛就說過了 3月份的時候呢 一堆股票你去買在高點 現在都套牢啊 你看嘛 這個股呢一路往下跌嘛 大型的股票呢 它是這個樣子嘛 所以呢你在3月份的時候 你去套一些大的股票 然後呢等到4月份你看小股票 我也趕快買進去 結果呢 小股票你是買到高點 到現在也是套啊 所以我說這種盤 走到這個時間點 投資人怎麼會高興 指數創新高大家都高興不起來 所以會造成什麼 又越套越多啊 所以當你越套越多的時候 我就說嘛 搞不好你現在會有種想法 只要這幾個月不要做好了 對啊 問題是你現在才看得懂啊 是不是 不是 我跟你講這裡面你都不要亂做啊 所以有的時候我就跟他講 你要看得懂盤 你才能夠賺得到錢 當然你可能還在相信說 啊那個每天漲停板 那個創新高的股票都是他的 是嘛 九成都是賺錢啊 九成老師都是這樣子講啊 照理說你不應該有這種心態啊 可是為什麼你今天 一點喜悅的感覺都沒有 所以我說那種節目你就少看了啦 因為每個講的講法都一樣啊 每天就是把那個最強的股票拿出來跟你講 你看我之前是不是就跟你講過了 啊你沒有做到是不是沒有關係啊 我接下來還有一檔 能夠像這樣的股票一路往上空 你看那個套路那種模式是不是都一樣 問題是呢 一直套啊 一直套啊 好那接下來怎麼做 我就說過啊 台北股市這個地方 照理說多頭還有撐啊 但是問題是我認為 指數應該是維持在一個 比較區間震盪的盤啊 除非國際股市有大力多 外資多單一路增加 可是問題是今天才5月18啊 你下一次期貨結算在6月21啊 還那麼久 你說外資一路撐啊 一路在這邊跟你撐 不太可能 多多少少有的時候 可能會獲利有一些動作嘛 所以他維持在一個區間 所以呢我今天在那個Light Edge裡面 注意看啊 9點半左右的時候嘛 9點33分嘛 我就說這地方會不會攻 啊到底這裡要拉什麼股票 所有整個操盤的邏輯 我全部寫在Light Edge裡面啊 所以我就跟他講啊 如果說你對這個盤式你不了解 你就想說啊不要等到收完盤 看一堆老師在那邊跟你講說啊 表演場停板 我是建議你啊 有的時候我們這個Light Edge 你就稍微多加利用一下 很多邏輯我都寫在這裡 所以呢你遇到這種盤 你現在唯一的做法是什麼 我還是跟你講啊 我一直跟你講你要保值嘛 把你錢保住比較重要嘛 那你現在有沒有保住 那問你啊 套一堆啊 套到現在為止 指數創新高你還是沒辦法解套啊 是不是 那什麼叫保值 我們下個禮拜看一下航運股 這東西我這幾天都跟各位講過 所以呢 如果到這個時間點喔 你會發現啊 指數創新高你股票套一堆的 沒有辦法解決的 你需要我幫忙你就打電話進來 好不好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帶我回來 運打投顧蕭老師 富貴穩中球 50%服務到年底 50%服務到年底 民衡有限 額滿皆知 數副專線 02-2781-0909 2781-0909 2781-0909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勢 股市民視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動乾坤 好 歡迎來到現場 台北股市今天在創今年以來的新高 那當然我說過啊 可是市場看不到喜悅的那種心態 那可見很多人股票都是套在高點 你要知道啊 這創新高是金融創新高 不是其他的指數創新高 所以可見你看到漲你去追的 其實都是套 我是建議各位啦 這段期間啊 還是要用保值的觀念 來去做操作 會比較穩當好不好 那如果說 你手上個股不知道怎麼處理的 認同我們的操作 歡迎你利用這個富貴穩中球 50%到年底的方案 好不好 歡迎你來電諮詢 我們明天見 拜拜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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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